好吃很好吃 它的辣味本身會拌了少少麻辣 會有少少麻香 吃吃大家就會明白為何會這麼大杯 因為你真的會喝得完 好嗨,我是Mai 我是Kiki 不知道大家去旺角的話 有沒有哪個商場是必去的呢? 我和Kiki常常去廊坡 為什麼我們會在家呢? 就是因為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廊坡最新推出的網店 廊坡Pot up e-store 我們先買這個QPON 過幾天才會再用 裡面有超過70個品牌的QPON 低至7折發售 即是最便宜的可以用70元買到面值100元的現金QPON 包括微妝、粉服飾、鞋袋 還有一些小飾 還有很多其他選擇 當然不只有一些餐飲商戶 我們最期待的就是Texas Burger 而這個QPON有效期長達90至1年 可以無上限的碟住 最棒的地方可以跟商戶優惠同時使用 所以最優秀的玩法 一定是留意商戶有什麼優惠 之後再用這個QPON 就可以享受節上節 首先大家可以在影片下方的INFO BOX 位置 找到網紅方Pot up e-store的連結 然後在網站上找到不同品牌的QPON 好像食肆一樣 如果本身是做堂食或外賣優惠的話 上面會寫明可以同時使用 現在按進去 然後按要買的QPON的數量 好像Texas Burger做75至優惠 用75元就可以買到100元的QPON 然後加入購物車去結帳的介面 然後進入自己的信用卡資料 再按確認 整個過程是很簡單的 其實跟平時的Online購物大致上是一樣的 之後當收到網紅方的確認E-mail 顯示送貨的狀態更新為已到達 就可以去緩領了 在這裏也要提提大家 這個過程大概需要2至5個工作天 所以大家記得提前買 不要去到餐廳門後才買 不然你可能就享受到這個優惠了 剛才的起至9月20號 每天下午的2點和下午的6點 都會推出限定的極準優惠 用10元就可以買到面值100元的QPON 大家記得是數量有限,授完即止 也想跟大家說 餐廳的全部都是我們自己選的 一如以往的食品都是真實的 大家不用擔心這件事 沒錯,如果大家喜歡這影片 記得留言、LIKE和SHARE CLS三部曲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響鐘仔唱才看 旺方見啦 好,馬上去醫圖啦 我現在來到朗豪坊12樓 吃這間Tessas Burger 這間我以前都是在天后吃過的 味道都不錯 這間是本地的漢堡包店 我自己也挺喜歡吃的 所以就想推介給大家 好,我們這次來到 就叫了兩種食物 我一樣就是 墨西哥芝士甲餅 就加了軟和蟹在上面 我那個就是 德州燒黑牛肉漢堡 我們已經切了一半了 好吸引 貼了整個軟和蟹 對,女兒的口很大 每次都這樣說 嘩 什麼事啊 很糟糕 你的口罩很大 你不要看著我說話 這個墨西哥芝士甲餅 可以選軟和脆皮 我這一隻就是軟皮 上面也有酸液黏 還有番茄泥 洋蔥 還有牛油果醬 下面也有些沙律 於是就加了軟和蟹在上面 感覺上就會比較特別 而且平時很少 墨西哥芝士甲餅 會加到這些配料上來 我試了一口 我覺得它的軟和蟹味不算好出 反而吃下去會令到層次感豐富一些 個人覺得軟和蟹的表面 炸衣有少少口味 整體上都可以的 吃下去就是淡淡肉 還有這個吃下去的口味 都是酸酸微微一點 又是這個少少微微 每次都禮貸會出現一次 那我現在就吃這個 德州燒烤龍肉漢堡 很簡單地說一下它的設定是怎樣 首先是麵包 洋蔥圈 芝士 漢堡扒 山菜 首先想說 它的麵包真的極度鬆軟 真的好吃 我是很喜歡吃這些很鬆軟的麵包 一個漢堡包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漢堡扒 這個漢堡扒其實蠻厚的 你和麵包差不多 蠻厚的 我自己很喜歡 加上它是肉汁超多的 本身這個漢堡扒 燒到它表面是微焦的 有一點焦香味 然後裡面的牛肉味很濃 我覺得它蠻特別的地方 它加了一點洋蔥圈 它令到漢堡包的層次更加豐富 咬下去就有一層脆 一層軟 一層脆一層軟的感覺 有一個燒烤醬會淋在漢堡扒上 令整個漢堡包的味道更加濃郁 通常吃這些美式的快餐 一定是要配上一杯厲害的牛肉汁 我們就叫它一個女王牌的飲品 就是奶色瓶鍋褲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樣子非常漂亮 剛才它是一杯奶色 然後上面就加了一個乳酪 乳酪中間還有一些水果餡 忌廉在這裡 外面還加了一些彩針來做一個裝飾 哇 這杯飲料喝完之後不得了 你馬上肥了5磅 我想說你的嘴角有汁 是嗎? 對不起 偷吃不抹嘴 我這次就是叫了抹茶奶色 如果大家喝過Five Guys的奶色的話 就會發現它喝下去沒有Five Guys的那種 那麼稠 是比較稀一點 加上它的抹茶是偏甜一點的 就不是有苦澀味的 我個人就覺得這杯飲料有少少偏甜 我相信這杯飲料是想做到 有一個飲品給大家喝之餘 還有一個小甜品給大家吃 這杯飲料的感覺上是會軟身一點的 而且是好像沒什麼味道 其實我吃了 大家就可以用七五折的價錢 就買回100元的QPON 其實真的挺划算的 大家記得在賣單的時候 這QPON可以跟商戶優惠一起使用 無論是唐食還是外賣都可以用到 如果真的想最划算的話 記得看價錢 自己計算 可能你最好就齊頭200元 那你就可以用兩張 最新的商戶優惠 記得問回店家 去之前記得查詢清楚 好 下一集我們就來到12樓的村莊 這間餐廳專門吃四川的麻辣 專門吃成都的村菜 這間餐廳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飲料全部都是特大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杯的果茶 這杯也是50多元 對 我覺得超級便宜 這杯是很大杯的沙冰 這杯也是46元 我已經預計到前面的水煮魚是有多辣 是啊 讓我們試一下看我們會不會喝光 那我們這個就是一個珍寶Size的水煮魚 那就是四百多元 本身都會半四個菜 你就可以自己選 我想給一個熱門的 大家都會選的 就是窩筍、牛排葉、薯粉、花花菜 其實每一個客人來都可以喝一個百寶茶 就是一個熱茶 就好像養生茶 可以解一下辣 有沒有覺得這個背景有點像大食 200塊水煮魚 對 200條辣椒 真的好笑 這個水煮魚是用了四十多款香料去熬成的 我想說他來這裡聞到味道都覺得辣 又沒有鮮 還有忘記說 這次是沒有減辣度的 就是這個 就是平時的辣椒 其實如果大家平時點可以自己調節辣度 但我想說好香 好好吃 好好味 嗯 這個辣味本身是會半了少少麻辣的 會有少少麻香的 它的份量其實真的很多 如果是珍寶Size 如果大家吃不到那麼多 可以點小一個Size 都很奇怪 你已經預料了會吃辣椒籽 因為是這樣水煮在一起吃 而且它的魚是跟麻辣味是融為一體的 真的超入味 而且它的魚是超級滑 這個很好吃 哇 這個很好吃 對呀 我們平時吃的就是淡仔的三小辣 如果像我們這樣 我們建議只吃它的菜 千萬不要喝它的湯 因為它的湯是超辣的 哈哈 吃到它的嘴巴有點鼻 這個比吃麻辣鞭 吃吃吃大家就會明白為什麼會這麼大杯 因為你真的會喝光 剛才聽點家那邊說 好像是說 基本上每一個人來點完之後 他都會喝光 那你就明白它的辣度是多厲害 沒錯 還有剛才點家那邊也有說 其實他們自己覺得 不減辣是比較好的 就是吃原味是比較好的 因為他說減辣的話 其實都是辣椒良少 感覺很原心原味 如果你最近少有地 我覺得是很好吃的 水煮魚 魚肉也算是挺大的 兩隻都很足 對呀 吃到很高興 我自己都很建議 大家可以吃這個鍋筍 都是很好吃的 它已經是入味了 還有這個有點爽脆的 這裡的辣度是很短暫的 吃完辣之後 喝一口果冊之後 那個辣味就會散 不會像其他那些 可能會張住舌頭的感覺 就不會的 就很適合我這些 不是很吃得辣 但是又很喜歡吃辣的人 沒錯 吃完之後很爽脆 然後喝一口 那就沒事了 然後幫我繼續戰鬥 好 那我們另外一樣 就是這個七彩雞翼平盤 它有七款的雞翼 三款有辣味 四款是不辣的 辣味分別是香辣 麻辣 和韓式辣 至於四款不辣是紫薯味 芝麻味 沙律醬味 和芝士味 大家知道香港人很喜歡吃雞翼 所以就先點這個 嘗試一下 嘩 好好 好重 燒完那隻雞翼 之後再加上醬汁 雞翼也燒得不錯 內嫩 還有外脆的效果 它是上面加一團醬 但不會是整個都是那隻味 不是醃製的 但如果我要選擇的話 我一定會選擇這個水煮魚 可能水煮魚是更好的選擇 還有這個飲料很好喝 我想說這個飲料很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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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離不開 來這裡就是基本消費 就是這杯飲料 一定要叫 我們去下一間 有些想拿去下一間 拜拜 下一間我們就來到位於11樓的天吉屋 這一間就是來自東京的過乾廊 哇 它完全的感覺好像在東京吃一樣 對 我想說連菜單位的擺位都很像東京的那種感覺 我這個就叫做天莫御仙 我這個就叫做All Star Dawn 基本上每一個客人來到之後都會有一杯牛綁茶去喝 然後也有一個柚子胡椒沙律 這個也是無限添加 我這間店很想像到和日本的味道很相似 因為它有很多食材 尤其是天賦糧粉和醬方面都可以在日本直順回來 味著做到好像日本本店那種原汁原味的感覺 這間店是一叫就即叫即炸的 即是它不會炸定給你的 好處就是夠熱辣辣和新鮮 這兩個叫的東西其實都相對是幾接近的 是的 沒錯 但天望越善有一個優點就是白飯飲料 它有湯和三種不同的食法 是的 是非常貪心的 一次過可以試麵的食法 以這個天婦羅來說 其實我最喜歡就是吃它的炸衣 很欣賞它 它那個天婦羅的炸衣 不會是很油膩的 炸衣吃下去都是很乾爽 就是擦擦的感覺 加上它的炸衣 其實已經跟它裡面的材料融為一體 即它不會突然脫了一層衣出來 那我就覺得非常之好 天婦羅炸衣的厚度是恰到好處 你咬下去你不會覺得可能有些麵粉會浸著你那種感覺 尤其覺得它的炸蝦天婦羅是最好吃的 淡淡肉 因為我這個All Star Dawn是有玉子的 它的玉子拿來拌拌 我想說這樣拌拌真的沒得輸 其它天婦羅的東西其實都是不錯的味道 既然可以炸到裡面還可以流到蛋漿的效果 即有半熟蛋的效果 是的 因為它其實是用北海道的七星米 所以它本身的米是很有米香的 真的跟外面的是真的不同的 我想起我平時在日本吃的 一隻蛋加一個飯 再加一點點醬油 這樣就可以吃了一餐 你還不是在香港吃的嗎 是的 我這個比較特別的是 它可以有三食的食法 第一種最普通就是蘸蝦肉 第二款就是可以蘸蝦肉 第二款就是可以蘸蝦肉 第三款就是茶漬飯的做法 就是可以跟店家要求要一個高湯的 然後就加進去 這個食法就配合一些特別的款式 例如好像我這個洋蔥魷魚 我試了第三種食法 我就覺得它挺特別的 我是挺喜歡的 它的炸衣好像融了一樣 但是Kiki就不喜歡吃這種食法 這種食法我覺得是令到那些炸物變軟 我反而是很喜歡吃一些很脆的炸物 咬下去滑滑聲的 如果你加上高湯的話 就令到那些炸衣軟了 我自己是不喜歡這種食法 但是其實我們之前去過四國的時候 我們吃烏冬 經常都會有些天婦羅 其實日本人都是會這樣吃的 他們會點完烏冬在湯裡 沾著這樣吃的 純粹我是不喜歡的 這個是個人喜好問題 先去醬汁 它的醬汁其實都真的很濃的 是結身的一種醬汁 而且吃下去是甜味多一點的 我覺得我也挺喜歡它的醬汁 整體來說我覺得它每一款的天婦羅 其實都是有質素的 你都會吃到本身的食材質感 再加上外面有一層炸衣 是襯托的食材 還有我想說的份量其實都很多 真的 很足料 第四間我們去了位於十一樓的Meltier Chicken 我想這一間分店已經有五年有多了 以前行劇很流行吃炸雞的時候 炸雞配啤酒 我真的喝不住喊了一杯 比九十八歲千萬不要喝 我們就叫了它的無骨雙蟲之味炸雞 一款就是蒜香醬味 另一款就是韓式甜辣味 之前是劉在石代言 現在好像轉了另一個藍團 但我們已經連視已高 已經不知道哪一坨打哪一坨 它的賣相其實真的很晶瑩剔透 這個炸雞好像咕嚕骨 它的顏色偏向橙色一點 它來到的時候 每個雞都是脹粑粑的 好像很多料 感覺上已經覺得很好吃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 炸雞就是好吃的 炸雞是不會很厚的 而且裡面的雞肉是大大件 加上沒有骨是淡淡的 吃下去都很鮮嫩 而且有些肉質非常之不錯 甜辣炸雞是不辣的 是甜炸雞 如果可以的話 有得加辣的話 麻煩加四五級辣 我可以的 如果它有辣味我覺得會更加好吃 但它本身的醬汁配上炸雞 整個配搭是蠻好吃的 甜辣炸雞是一些很差的味道 可能貼近韓國多一點 就再辣一點 就更加之好 之後就是蒜香醬油炸雞 吃下去它的蒜味不算很重 吃下去就比較野味一點 我個人是喜歡這種風味 比它的甜辣炸雞 它的醬油除了上面有蒜之外 是比較偏鹹一點的醬油 這個味道很重 我覺得它做得很好的 就算它外面有一層醬油 包著炸雞也好 它那層炸雞也不會軟 還是遮潤 依然是有點脆口 它的口感非常好 我也覺得是 這個蒜香醬油是比較脆的 它的表皮是更脆的 有一點點黏牙 有一點點像麻牙糖的感覺 脆口一點的麻牙糖 但整體來說我覺得還是不錯 我聽到這首歌很想跳那個Just Dance 對 真的大叫就這樣 我們不要說這麼多廢話 如果大家想買到這個長達90天至1年 可以無償限使用 還有折上折優惠的現金券的話 大家可以在Infobox找到 浪豪方Potup eStore的購買連結 沒錯 如果大家喜歡這影片的話 記得CLS、Comment、Like和傳人三部曲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響鐘仔搶先看 下集再見 拜拜